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淺木式傢修 加入玫瑰金点缀 大量胡营修饰 这个单位大约520尺 户主夫妇两个人居住 全屋二淡黄和淺木式为主调 带出内看简约的现代风格 客人在整间屋的规划时候 其实都看待一间屋 会住一段长时间 所以我们在整个规划上面 包括选材、物料、灯光 各种东西都是用这个心态去计划 向家屋里面 其实主要是我们有换到地台的物料 我们就写起了一个原装 即是大楼给我们的木地板 我们就用瓷砖去做地台的物料 令到整件事可以更静静 然后更加弱点 长营厅布局分明 而且实用自上 饭厅的一边 设有L形淺木式入场柜 既是鞋柜 亦是储物櫃 这种木色更要配合 单位原有的大门和房门颜色 户主有不少模型展示 其中一组吊柜改为玻璃式柜 内里设有轻触式的开关 调节多段灯光 营造出不同的氛围感 全屋灯光亦花了心思 回应主题亦应用在天花灯槽 这个单位里的楼底比较高 我们可以利用客饭厅的位置 我们可以做了灯槽的效果 配合一些不锈钢的收边 令到整个灯光效果可以很均匀 整个客饭厅的呈现 淡黄色的梳化 浅木拼匀石面的电视柜 配合滑光效果 客厅的感觉放松柔和 行入主人房 在打开房门的一刻已经看到心思 设计比较少用到钢材和玻璃 主力混用木色和白色 混搭出自然和舒适感 在主人房中可以做到一组很大的衣柜 但一开门就会直接看到櫃质 所以我们就在櫃的款式上花了一些心思 就变成向着走廊开门口的位置 我们就做了少设计的位置和一些薄的柜 让客人可以在那个位置放一些 比较高风格的饰物 或者一些设计 或者压片 令到整个房间都会有自己的风格 这组大衣柜和睡床之间 仍然有空间加设设计梭桌 单位另一间细房贯设了厅的柔和设计用适 一边做了入场的木书桌 和灰玻璃书柜 是户主的工作间 另一边长生装了收纳式的板床 可以因应需要变身成为客房